5月7号何杰在出轨风波过后 首次公开回应这件事 他表示自己遇到 刁磊时的时间点有些尴尬 会被别人抓着把柄 说他插足别人的家庭 而对刁磊的评价 何杰表示 他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男人 只不过因为时间点的关系 所以才被传逝婚内出轨 至于三胎 何杰表示 当时决心要这个孩子 因为自己不想去扼杀生命 我上了两个热搜 然后里面点进去之后 全都在我说 说我出轨了 说我那个什么 是一个体制的一个艺人吧 说当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媒体的时候 好恐怖 真的好恐怖 所以前段时间 我经历那些事情的时候 我真的有觉得走不下去了 我决定要这孩子 因为我不想去扼杀生命 我觉得我牺牲了这么多 我停掉了我的工作 我离开了整个大众的视线 为什么我还要承受这么多 无名的非议 据悉此前 刁磊前妻发生婚姻 刁磊和杰恋情 他表示 流传出的刁磊前妻 指和杰插足自己的婚姻 录音内容确实来自自己 但录音经过处理 会误导听众 猛果老新闻 老老也想了解真相呀 报道